我們教什麼叫計公式 現在我要跟你講 怎麼樣去運用公式 如果你能夠按照我剛才之前教過的被公式把公式廢起來 那麼基本上運用的情況就是困難就少了一半 但是還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這個原則要提議 以後未來所有做計算體 都是要用這些原則 第一個算什麼代表 我要你被D等於無分之N什麼叫D什麼叫V什麼叫M 上面應該放體積就放體積上面應該放質量就放質量 你被V就體積就代體積 還有 算什麼代什麼 你要算的是 冰塊的密度 就要用冰塊的體積 就要用冰塊的質量 你不要拿 水的體積 油的質量 去算冰的密度 你說老師誰會那麼蠢啊 就會 尤其到後面電學的時候 電學的時候有好幾個假電組 乙電組 丙電組 就會有人拿假電組的電壓 乙電組的電流 去算丙電組的電組 亂扯 數字亂扳 所以 第一個觀念 算什麼代什麼 該放體積放體積 該放質量放質量 要算冰塊就代冰塊 要算木頭就代木頭 第二個 找到不變 找到相等 我們國中計算體 都是列個等式 什麼等於什麼 然後把它答案算出來 所以你要找到相等 要找到相等 找一個相等 如果有個狀況A 在那邊的狀況B 你原來是冰 後來變成水 後來原來是水 後來變成冰 原來是這個 變化冰的那個 你就要想想看 誰是在這個轉換過程中 沒有改變的 因為沒有改變 所以你能用 我也能用 我可以寫個等式出來 我就可以把題目算出來 所以找到不變 找到相等 題目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人家最後問什麼 你就去想 那個東西 有沒有什麼公式 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解決 以後 聽到我講幾遍 直接問 叫簡單題 轉個彎 轉兩個彎 轉兩個彎 叫很難 轉三個彎 叫做非常難 轉四彎叫做超級恐怖難 但是如果他轉幾個彎 就一路一路的問下去 你現在問我什麼 你問我這個 我需要知道A跟B 有沒有A 有 很好 有沒有B 沒有 怎麼求B 還要算C跟豬 有沒有C 有 很好 有沒有豬 沒有 繼續算 一個一個問下去 你就能夠把答案找出來了 所以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什麼 問那個東西有沒有公式可以解決 如果那個東西沒有公式可以解決 就想跟他相關的公式是什麼 來解決他 如果條件 覆定就當作已知 質量相同就等於質量已知 正確列是要列成X 列成M 但是你們的話就設成E也沒有關係 只要算出來就好 好 一樣的說體積等於已知 什麼什麼一樣 等於什麼什麼已知啦 好 舉例 體積一百一方公分的 密度0.9的冰塊 全部都變成水 請問你學體積有多少 老實說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有什麼公式可以求體積 有個公式 有個公式 叫做D等於 V分之 密度體積質量 現在要是算 水的體積 就要帶水的密度 就要帶水的質量 這個叫做 算什麼 帶什麼 D等於V分之 是這樣 我要算水的體積 要用水的密度 要用水的質量 水的密度 我要以背 是E 所以現在缺一個 現在缺一個 缺水的質量 所以現在問題變成 變成 你要怎麼去求水的質量 這個水是由冰塊變來 這個水是由冰塊變來 老師說從狀況A變成狀況B 要找到不變 找到香的 冰變成水 誰沒有變 質量沒有變 喔 質量不變 所以 以剛才缺水的質量 缺水的質量 就是冰的質量 因為冰化成水的質量是沒有變 所以現在問題變成要求冰的質量 從開始要求水的體積 變成要求水的質量 現在變成要求冰的質量 從最後的問題詳細 有公式可以求質量嗎 有 還是一樣 1等於 V分之類 公式長得一樣 都叫做1等於V分之類 但是你要帶的公式不一樣 因為你現在算的是冰 因為要算的是冰 要帶什麼 要帶冰的密度 要帶冰的耳機 去求冰的質量 這叫做 算什麼 帶子 要算冰塊帶冰塊 要算水帶水 雖然長得都是 1等於V分之類 但是你要帶的都是不一樣 現在要求冰的質量 請帶冰的體積 要帶冰的密度 題目有沒有冰的體積 有 有沒有冰的密度 有 很好 就陰有 近有 黃邊放 算出來 冰的質量多少 90公克 冰的質量90公克代表什麼意思 10的質量也是多少 90 好 再帶一次 D等於V分之類 都是一樣 還是D等於V分之類 但是剛才是算冰塊帶冰塊 現在算誰 算水要帶何 帶水 要帶水的質量 要帶水的密度 去求水的體積 再帶一次D等於V分之類 帶進去水的密度1 水的質量90 算出來多少 90立方公分 就這樣算 所有問題的基本解決方式都一樣 找到不便 找到相等 算什麼 帶什麼 由最後的問題 想起 你就可以解決所有的題目 懂得會運用 以後的上課我還會再用一些原則告訴各位怎麼處理 但基本的原則 基本的原則就是這樣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選給你 由我來說 合作為 你有問題嗎 你這件額 有問題嗎